美国想要拉上印度一起抵制华为之心不死 印度表态如何 或许大事之下 美国的理由依旧是废话 最近美国又老生常谈 来忽悠印度放弃武器 可没想到 这一次在印度身上却碰了钉子 据外媒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在世界经济论坛印度峰会上表示 他们希望印度不要为了使用华为设备 而让自己在不经意间面临不愉快的安全风险 并且他还拿出那个老派的理由 华为的5G有安全隐患 美国是为了保护印度安全才提出建议 美国在印度面前说华为坏话在情理之中 已经不足为奇 但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印度人却说了一番公道话 苏尼尔·弥塔尔称 他已经跟踪这个行业24年 自己对比华为和其他手机通讯公司后发现 华为具有全面优势 而且他还冷嘲热讽的一番称 华为已经愿意与美国合作 自然也可以和印度合作 这言外之意就是 你美国可以用5G 印度凭啥就不行了 印度之所以对华为如此青睐有加 分析认为 无非两点原因 第一 印度作为近年来崛起的亚洲大国 国内无论哪方面却始终依赖西方 这让印度一度十分没有安全感 若是之后 印度崛起也同样被西方打压 对国内各行各业来说都是毁灭式的打击 华为如今的禁定 让印度也有一丝同仇敌忾的感觉 印度欢迎华为 无非就是不想什么都依赖西方 其次 印度虽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但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总会有实惑之人 而5G技术对现在通讯市场的重要性就宛如工业革命的跨越 印度这么有野心的一个国家自然不想再通讯技术落下 毕竟会不会用是一回事 但印度向来都是宁愿花大价钱也要买最好的东西 美国想阻止印度的进步 印度自然不乐意 有一句俗语叫做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而作为高度开放和现代化的21世纪 自然不缺乏发现金子的眼睛 就像我国外交部所说 美国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 也不要低估别人的判断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